《汉宫秋乐》 现在我要讲的是《汉宫秋乐》 《汉宫秋乐》是一首琵琶的文套乐曲 它是崇敏派的吹下来的 那么崇敏派现在很少有人弹这个乐曲了 即使有些个别人演出的时候 我听他们都是加了一些 加弹这些音比较简单一些 真正好像把取得的内容反映出来的不多 所以我自己把它整理了一下 加工了一下 加工了一下 现在教了一些学生演出 所以说效果还比较可以 所以在这里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曲点一共有四段 第一段是主要的乐段 比如说像广东音乐的三代音乐 就是第一段的曲点 还有二福的汉宫秋乐 就是琵琶的第一段的曲点 光把第一段的乐曲 改变成二福的汉宫秋乐 改变成广东音乐 都有 所以说第一段的曲点 是最主要的一段 第四段呢很少人演奏了 可是我现在还得把它演奏一下 第一段里边有个意思 开始的部分 这个里边有很多讲究 这个曲点是度等于A 我们手雕的话呢 是在空隙时度 发射度 适应 我们看 第一个音 是拉高最柔弦 大的柔弦 这个是摆几下 摆几下 摆几下 有中字把它拉出去而选 那么我们想这个 这个描写什么内容呢 我们听了这个两个小句的时候呢 就可以反映出它的内容了 什么内容呢 就是《中车月夜》 《汉宫》 《河泽的宫地》里边 《皇帝》跟《王后》是一块上缘 《宫女》 《歌女》和《舞女》都在唱歌跳舞 是 可是呢 《美翁嫁记》 《贝世青》 他们也想到家里人了 我们知道这些宫女 进了皇宫以后 就是说 不可能再回家了 一辈子很少能回家的 可是她《美翁嫁记》的时候呢 都要想到家里的亲人 她住得很好 工地 很漂亮的工地 吃得也很好 摧得也很零路舍断 可是 她不可能有自由 不可能有想家 回家也不可能了 所以她心里还是苦梦的 所以她在唱歌跳舞 她想家 通过这两个小节里边 演出来是可以知道 第一个音必须要大得而小 小的 这个 这也小的 注意这个 往里面压一下 一般没有止力的话 推一下也可以 也可以 推得慢一点 这两个都是下往影 这两个都是下往影 下往影的时候 慢慢地放回来 还去加热血 一般的 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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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比手 这个 那其实要 后培巴才柔选 前面不要柔选 这也是后悲怕,不弹的 这是慢的柔弦,慢而大的柔弦 我们知道柔弦有快而弦,快而大 慢而弦,慢而大,这是一个慢,一个大的 假设这个地方用了快而大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不是这个味道 这不对了,要这样的 这个慢而弦 那么,这是K头的部分 K头的部分就是要把 他这个意境把它弹出来 弹出来以后呢,下面就好办 是吧 下面就是说,K是一个拍子 前面是比较很慢的 好,那我们有点 在这边,我们会用大选择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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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那么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听出来 它用了好多下瓦音 蓝音这些字法 上面还有一个耙音 文曲里边很少用 少的 耙音主义往上 不要往下 往上呢 因为曲调在第一条弦上 把第一条弦感的比较清楚一下 这个马上再挂上去 所以我们这个硬量的方面 强和弱一定要差得很大 不要在它一样下 在它一样下的时候 不好点 这样就不好点 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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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 轻的 那么这样对比比较清楚了 那么第一的主要的主要的问题 那么第二段呢 有几个地方我再介绍一下 比如说 这是两排的 两排的下位 所以要放得慢一点 这个有辣有螺旋 所以 如雪 下位 下位 发米 上到下 这个地方 就是上下的主要 反应上下 那么这比较好一些 这个 第二段里面主要的 那么 最后 比较 也比较好听一些 特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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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印呢 假如说我们弹两队的就错了 那么要不是这么弹的啊 那么要不是这么弹的啊 假如说往下弹它 就像我们弹两队的就错了 就是说这样就可以了 据说的话就是这样 这样据说 不据说的话就是长了也可以 那么第三队 第三队确实的部分就是说 第一个印很难的啊 就弹一弹柔弦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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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